这是康熙的第一个女人 贺舍礼 可是 她与康熙的婚姻 终究还是一场政治联姻 年仅14岁的康熙 能力不足 无法轻正 再朝饱受敖拜的欺压 为了能够早日轻正 联合索尼一起压制敖拜 所以 孝庄选择了索尼的孙女贺舍礼 成为康熙的皇后 一个14岁的小姑娘 一个14岁的小皇帝 在敖拜临时兼职司礼观的高唱声中 走完了流程正式踏入洞房 婚房内 贺舍礼端坐在龙床上 却迟迟等不来夫君掀开她的盖头 她猜测康熙正被流传的谣言所扰 那谣言的内容 是贺舍礼长了一张士兵脸 很丑 孙儿不想结婚 为什么呀 听说那个贺舍礼长了一张士兵脸 丑死了 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子 听到这样的评价 贺舍礼很高兴 大着胆子对康熙说她累了 想要靠一靠 康熙立刻便答应了 并迅速地爬上了床 拿下明皇的靠枕 自己先靠住 然后宠溺地让贺舍礼 靠在自己的身上 两个小年轻就那样倚靠着 谈起了婚礼上的各种繁文入节 互相交流心得 并连连笑着感叹结婚 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你难以置信